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一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售。 从歌手到演员,他从来都不给自己设限,舞台可能是我开始的起点,但是绝对不是我事业的终点。 尽管在大家中的眼中,肖战安静,话不多的冷清形象,与他所饰演的魏无限有着极大的反差,但是肖战自己并不这么认为,当他认真地读完剧本之后,就深深地感受到他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了。 例如,都很有责任感,做事认真,都很爱自己的亲人,熟了以后就会很皮,除了相似的性格,吸引到肖战的,还有角色自带的品质。 经历了很多事情和挫折之后,依然可以乐观地面对生活,面对各种突发事件,用最大的善心去对待别人,这些品质也是他所欣赏的,也是他未来想要达到的。 陈情令作为一个自带大流量的IP,决定出演也需要很大的勇气,从官宣开机到拍摄期,对于陈情令的质疑和讨论就从未停止过,即使不常上网也会从各个渠道看到针对陈情令的评价,但是肖战自己表示,对这些评价全都不在意,肯定是假的,但是要经过自我的调节之后呢,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了。 即使是顶着巨大的压力,肖战仍然坚持在表演当中,将他对角色的个人理解融入其中,让角色更加的人性化,更加的贴近生活。 比起舞台,肖战在剧组的时间占据了大半,在担当主演之前,肖战也塑造了一些角色重情重义,勇猛无常的刘修衙,劫富济贫有着英雄使命感的世子急冲,硬死不屈,为了晋国可以付出一切的阎兵云。 肖战坦言,拍戏到现在才真正的有入门的感觉,不是说科班出身的他少了一些知识的积累,但是保留了对于演戏的那股原始的冲劲,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出自于少年对于角色的独特的感悟。 而比起动作和眼神,肖战始终在台词方面下着苦功,因为很多时候台词会限制到表演,在台词的练习的方面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。 与众多的演员一样,肖战现在也在期待着能够遇到好的剧本,肖战对于好的定义则是有自己的起程转合,有自己的独特经历,最重要的是剧本当中这个人物他要是个活生生的人。 比起那些完美的人设,肖战显然更加的偏爱自身,有着小缺点的人物,有缺点就有可以发挥可以努力的方向,而所谓的满分人设却无处都不透露着冷冰冰的非人感。 肖战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,也不想去塑造一个现实当中难以实现的人设,少年还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,相信意志坚定,性格沉稳的肖战未来会不断的突破,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 世界之大,从心而为,方得始终。 肖战非常爱笑,他对于生活有一种笑盈盈的态度,对人也是,工作期间谁无意奉献出的洋相,他们他会在其中做出一个哈哈的音符,有时候呢也会主动抖包袱,一直都笑着也是非常不容易的,一直温柔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如果说一个人将这两件事都做得来的话,那么不是他天赋异禀,而是他的选择。 肖战觉得当一个始终温柔的人不太好,因为呢太过于妥协也会有一点迷失,他希望自己该坚持的坚持,不能够退让的,就不要退让。 有时又觉得,多二十七年了,那就这样呗,反正他也没有什么怎么样嘛。 很论都预言,肖战的生意里的那场东风早就来了,一次又一次。 他被看好,被期待,也在期待当中紧张着,然后风就过去了,他在等风,也没有在等。 像山的海边也有很大的风,白天搅动着他的头发,烧一把火的时候把烟熏进他的眼里,人无法左右风,但是却能够左右自己的心境。 东风他到底来没来,谁也了不到,更好的办法就是等待时间的验证。 他给我写信说他结婚了,哎,他瞪大了一对漂亮的眼睛,觉得又感动又不可思议。 他是看着我从节目当中出来,然后一直喜欢我,然后遇到现在他生活当中的另一半,结婚了,非常的幸福。 哇,这种感觉非常的棒。 那天他读到了这一封来自于粉丝的信,那种陪伴感像是在捏在手里的信封一样,变得清晰可见。 风起风落,他仍是他,孤胆在温柔内,心间花火盛放,听风吹听他说,月月欲试与世界交手,跟出发时候一样。 下一站,下一个肖战,他是美好的千分之一,也是美好的全部。 肖战靠着一连串事件,从二月到六月得到强大的曝光,完美地弥补了这一段没有作品的空窗期。 相比于明星这个称号,肖战更像是一个网红,除了一部合格线的陈情令,一部备受诟病的诸心电影, 还有到两三首备受争议的歌曲,他再无更多的亮眼表现了。 其实在现在的网红群体当中,长得比肖战好看,身体绿型去做工艺, 还有不俗作品的人不在少数,可惜肖战的背后有一个力捧自己的团队。 肖战是在钢丝上面行走,稍有不慎便会坠落深渊。 从现在的情形上看,肖战以及背后的团队是践行着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, 虽然面对着诸多的官媒的批评指责,但是肖战却不以为然, 从法理来说,他并未犯法,这必是资本产物的丑陋之处, 为了自己的利益,可以将道德、品行全都当作赌注。 最近肖战工作室发表动态,肖战身穿一袭白衣在录音棚, 这似乎预示着肖战下一首歌曲将会发布, 看来广大家长要提高警惕了,这一次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了。 你要是说,一个优秀的音乐人发专辑倒也没啥, 路人喜欢了也不会就绝于买一张还是两张的, 但是对于光点这样的残次品就不一样了, 路人买一张是吃归上当了, 指望别人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, 那恐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, 不要真的以为一首和四首歌曲因鬼重合的作品, 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啊。 肖战的下一张专辑发布之后, 将会直接的决定着自己的商业价值的下限, 它是一个粉丝经济时代的产物, 类似于说专辑这种作品的销量啊, 几乎是全靠粉丝来支撑的, 不知道这一次大粉是否还会表示, 买不够105张不如一个黑粉呢? 与此同时, 肖战的下一部作品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也将会上映, 只是后者的上映啊, 取决于前者的舆论绅士, 粉丝会以一页账目单纯听信大粉的言论, 但是资本不会啊, 合作方拿到的数据都是去除过水分的, 你指望靠着粉丝就能够弥补上路人员吗? 那你就把肖战想的太厉害了, 肖战的社会舆论在今年年底之前是不会转向上风的, 除了肖战的粉丝, 要么就是目不关心的真路人, 要么就是彻底认清了肖战真面目的抵制者们, 可惜的是肖战粉丝还抱着饭圈的那套思维来招摇壮士, 殊不知这种幼稚的行为, 只会给自己的哥哥招热来无端的争议, 真正决定余生是否能够播出的从来都不是肖战粉丝, 事实上明星的粉丝往往都是最无能的存在, 他们压根就无法决定自己偶像的事业生涯, 只是勉强够资格当当韭菜罢了, 当然肖战的付出还有一个前提条件, 那便是出现在青春环游季二当中, 当他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后, 其身上的争议性又会到达一个巅峰值, 这个时候舆论的风评将会直接的决定着肖战的下一步行为, 对于粉丝来说, 若是现在肖婷倒也是一个好事, 官媒虽然屡次发文批判, 但是却并未做出实质性的行为, 按照网友的记性很快也会忘记肖战做过的事情, 只可惜在每一次肖战出现转机的时候, 都是自己最亲爱的粉丝们来送上致命遗迹, 或许这就是真爱粉吧, 一定要让哥哥站在世界的对立面, 才能够彰显出自己的价值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